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下路清线的时候 然后仙格选择推进我们的阿塔 我当时想法就是立马回房 要不然我们的中路高地就没有了 当时在我回房之后 仙格还想继续逼进我们的中路高地 他们并没有在意复活时间 萨豆他也告诉我 他可以跟上输出 我们就利用哪吒的大招 然后强留他们的人 顺势拿下了三个人头 然后也为我们这场胜利 然后取得了一个比较关键性的翻盘点吧 有一波在我们选择去下路抓对方的杨姐 然后鱼鞠选择去中路把我们的高地塔给推了 哪吒他说他有大招可以强留住他 然后我们就是从河道 然后包到中路把这个鱼鞠给收了 把鱼鞠给收了的情况下 敌方就没有压制的能力 然后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发育 这一波就让我们进入了微放的节奏了 我们看到他们在中路压我们中单 然后他们的视野往下路靠了 准备去抓我们的上单哪吒 然后我们想法是开主宰 我们的下河就是在那里看着 然后他划了一下暴君的视野 然后发现仙格在那里开那个 然后我们就选择集体把主宰给收了 当主宰还有三分之一的血量的时候 敌方的铝布他已经靠过来了 然后当时几尺 然后他用陈剑把龙顺势给收了 然后因为这条龙 我们取得了兵线上的优势 在我们继续选择压进仙格的水晶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了杨简在我们的下路推线 然后推到了我们的高地 我们的想法就是直接就是强开他们 然后他们的铝布站位比较靠前 然后就顺势先把它给收了 我看到他们两个后排站位比较集中 然后技能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选择开大招用二技能进场 然后跟他们互换 幸好我还有进化刀跟进化 还有个复活甲 然后我当时还安全的出来了 然后咱已经开大招准备要过来支援了嘛 然后我们想的就是直接强开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是 因为我们两个随位经济都很高 拿起团战来我们会处于优势 掌控全场我来开垒 我是卫棒队队的一窝都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